進行電源系統 大家好,我們是再生型傳播順時緊急電源系統的計劃執行人員 那我是負責計畫中的雙向電源轉換器的部分 那我是負責計畫中的雙輸入電源轉換器的部分 那我是負責計畫中的變流器部分 那雙向電源轉換器顧名思義 它的電能可以從輸入到輸出 也可以從輸出轉換到輸入 那這樣子的電路是應用在我們電池上 如果現在我們有外部的電源要充電 可以供給電池端的話 那它就會是由輸入到輸出 那如果是要從電池端抽出能量的話 就會是由輸出到輸入提供能量 那由我開始介紹 我所負責的雙輸入轉換器 那這個是我所做的雙輸入轉換器 雙輸入轉換器就是一個 能夠將兩個直流電源輸入轉換成一個直流電源輸出的電源轉換器 那跟單輸入的可載升能源轉換器相比呢 雙輸入的可載升能源轉換器 具有較高的可靠性以及耐用性以及效率 那通常我們雙輸入轉換器 都會採用兩個不同特性的可載升能源 來滿足對負載的需求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雙輸入轉換器的實體電路 那這邊這一端是輸入端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輸入 那後面是輸出端 那它可以輸出一個穩定的直流電源輸出 那本並流器的話是有兩種模式 獨立模式並聯模式 獨立模式的話就如同傳統的緊急順時發電系統 它可以在船隻失去電力的時候 即時的給予電力 讓船隻維持航移的系統 在船隻失去電力的時候 維持我們船上人員的安全 那並聯系統的話 就是當作我們一般的輔助電源做使用 那我們並聯模式的話 主要就是以輔助電源的模式下去做運作 可以當作輔助電源還是再生使用 我們希望它以後能實際運用在傳播系統上面 那並且能夠取代傳播上原本的台幼緊急發電機 來進行一些設備的供電這樣 那這次也特別感謝學校 還有我們指導的教授 就是沈志榮教授 給我們這麼多的鼓勵 還有指導